这个男孩才11岁就被诊断为侏儒症 可谁也不会想到 未来他可以成为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星 他叫梅西 比赛马上将要开始 可球队的主力前锋却因拉肚子 迟迟没有到场 教练急得火冒三丈 这时场边的老奶奶 想要自己的孙子替补上场 教练不屑一顾地说道 这么小的个子上去不是被虐吗 奶奶坚定地看着教练说 教练无奈地问男孩可以踢哪个位置 男孩说 实在没有办法的教练答应 让男孩上场 只见这个小孩的双脚 就像有颗吸铁石一样 牢牢地吸住足球 精彩的盘带 瞬间连过五人 一气呵成破门得分 全场人都被男孩惊艳地表现折服 教练反过来求奶奶 让男孩加入自己的球队 谁也想不到 李奥梅西这个男孩 会在多年以后统治整个足坛 奶奶非常疼爱梅西 在他只有六岁的时候 奶奶就看出来他的天赋 他坚信梅西未来可以成为 阿根廷最闪耀的那颗星 而梅西也并没有辜负上帝馈赠的天赋 他是足球为生命一样重要 有一次梅西不小心被反锁在家中 眼看马上就要比赛了 小梅西急地砸破了家的窗户 他拼命地往球场跑去 然而此时球队已经落后三球 并且只剩下最后三十分钟 教练赶紧换梅西上场 小梅西临危不乱 用高超的盘带技术 过掉了整条后防线 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改写了比分 逆转获胜作为奖励 球队赠送给他一辆自行车 没想到第二天就被几个大蛮海抢去了 梅西无所畏惧奋力抵抗 无奈身躯太小 被打得浑身是伤 除了驰骋在绿鹰场上 小梅西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跟小伙伴一起玩足球游戏 他们每次玩游戏之前 都要换上自己支持的主队球运 而小梅西每次选择的 都是那件巴萨罗娜俱乐部的十号球运 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 多年以后 他将身披巴萨十号战袍 获得史无前例的六冠王 他更不会想到 自己一见钟情的凌家小女孩 会成为自己相伴一生的妻子 上帝赠予了梅西天赋 却又关闭了他的另一扇窗 在梅西十一岁传来惊天噩耗 梅西刚刚过完十一岁生日 却意外得知自己患上了侏儒症 身高可能永远只能维持在一米四左右 这对梅西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因为这个天才少年的足球梦 就要破灭了 小梅西非常沮丧 却仍然热爱着足球 尽管家庭条件一般 但父亲还是决定为小梅西治疗 然而高额的治疗费用 让这个家庭不堪重负 父亲开始联系当地的足球俱乐部 希望能够请求俱乐部 帮助这个足球天才 然而在资本的面前 一切都是现实的 当地俱乐部全部拒绝了 为梅西治疗 父亲断然决定一家人移居西班牙 年仅13岁的梅西 参加了巴塞罗那俱乐部少年队的视讯 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 巴塞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天才少年 用一张餐巾纸签下了梅西 并且承诺为梅西治疗承担费用 但巴塞轻训 人才济紧 竞争激烈 稍有不慎就会被淘汰 小梅西不敢怠慢 每天训练结束后 他还要留下来独自加练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小梅西成功长到了一米七 16岁的梅西被提升到了一线队 而此时的阿根廷国家队 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个天才少年 随队的星探 向国家队主教练推荐梅西 迎来的却是一脸不屑 直到教练抽空看了眼梅西的录像 他惊掉了下巴 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仿佛看到了一代球王马拉多娜的影子 不论是球风 身高还是盘带过人 都与老马如出一辙 教练立马联系了阿根廷足协 他们要是行动慢了 梅西可就被西班牙国家队抢去了 好在阿根廷足协十分重视 梅西从此披上了蓝白衫 然而在巴塞一线队 想要在更衣室有话语权却很难 性格内向的梅西沦为了边缘 直到一代传奇巨星的出现 改变了这一切 这个人就是足球精灵小罗 如日中天的小罗 非常喜欢低调内敛的小梅西 在梅西的巴萨比赛厨子秀上 小罗为梅西送出了精尿传球 小罗与梅西一师一友 梅西进球后总是第一个冲向小罗 大哥把弟弟背在身上的画面 令无数球迷永生难忘 从此梅西的时代开始来临 如果你问我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是谁 来听听众多球星的答案 随着小罗的离开 21岁的梅西接过了巴萨十号战袍 从这一刻起 足坛开启了传奇梅罗时代 在恩师瓜迪奥拉的执教下 梅西成为了巴萨梦三世代的核心 首个赛季就创造了三冠王奇迹 随后更是 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六冠王奇迹 那年的巴萨令无数对手闻风丧感 称之为宇宙最强球队 毫不为过 梅西本人也在不断地刷新记录 六次金球奖 六次世界足球先生 六次欧洲金靴 八次西甲金靴 这个曾经换上诸如正的小个子 凭借天赋和逆天改命的决心 最终成为了一代传奇 可梅西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没有实现 曾经有记者问过梅西 六座金球奖和一座大力神碑会选哪了 梅西说我愿意放弃现在获得的一切荣誉 换取一座世界杯冠军奖杯 2010年南非的夏天 由一代球王马拉多纳 亲自执教的豪华阿根廷队 最终倒在了四分之一决赛 2014年巴西世界杯 26岁的梅西率队卷土重来 梅西以一己之力 硬是把阿根廷带进了决赛 这是梅西距离大力神碑最近的一次 然而造化弄人 比赛的最后时刻 替补上场的格策绝杀 让潘帕斯雄鹰再次折戟 从这以后 仿佛梅西的阿根廷国家队施了魔咒一样 2016年美洲杯决赛 梅西点球失误 再次葬送了冠军 2018年世界杯 梅西再次升披蓝白战袍 为他最爱的阿根廷征战 可年迈的阿根廷队 面对充满生机的法国队 显得力不从心 姆巴佩打倒了梅西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一瞬间梅西沦为了球迷声讨的对象 他受尽了万夫所指 也是第一次质疑自己 他决定退出了阿根廷国家队 孤胆英雄泪洒球场 尽管一次次的被命运戏耍 但球迷们的召唤 还是让他决定重返国家队 2021年美洲杯决赛 面对苏迪巴西和自己的挚友内玛尔 这一次梅西抓住了机会 中场哨声响起 梅西跪在地下喜极而泣 所有的球员都冲向他们的队长梅西 这一天足足等了十年 所有的阿根廷球迷 这一刻都无比动了 梅西填补了国家队荣誉的一项空白 而他心中还有一个最终梦想 那就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真正的男人 永远不会倒下 失去的一定要亲手夺回 这一次可以圆梦吗